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车新宇 刚刚看完啊小米的汽车技术发布会 那雷军呢在今天下午啊 搞了应该有两个多小时的直播啊 从头讲到尾几乎是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这个雷总的讲话啊 口音确实是很重 这个个子很重 难为他了这么长的演讲啊 没有请这个手架上来 看来他是确实是压上了自己所有啊 那么小米呢是在1003天前啊 就是2021年的3月30号正式宣布造车 当时呢我记得我发过一个朋友圈 我说呢他当时说呢是什么 我愿意压上我所有的声誉是吧 做人生中最后一次创业 我说他会食言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机器人的 我觉得就雷军现在年龄的话呢 机器人产业到爆发啊 应该还他还是有精力的到时候 他肯定还会参与的 他们会沿着马斯克指定的路 一步一步的走 那不信咱走着瞧啊 咱们今天就说一圈雷斯令的这个造车的这个情况 这是发布会啊 我截了几张屏啊 到前面那个时候呢 我从头看到尾啊 这个发布会上啊 给人感觉嘛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不是摇摇领先的问题了啊 是绝对领先了 最近摇摇领先啊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大家知道最近小米被黑了一次 是吧 我的朋友老范讲故事啊 讲过这个故事 我就不多讲了 就是哎 有个新变公司呢 在两年前爆出了一个啊 抄袭领先的这么一个技术 后来呢 直到几天前呢 突然的好多媒体同时发力 把这个事搞成了一个啊 类似于丑闻这样的一个爆发 现在看起来呢 我觉得确实是可能有预谋的 你选的时间是太巧了 你两年前的事 七月份的案件 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不就是是把小米要开发布会吗 所以估计雷举也是憋了一度的气啊 哎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发布会啊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什么事啊 沾上粉 当然不能说小米米粉 就是饭圈文化了 那我也算米粉呢 我用了很多很多小米的产品 但是呢 这个米粉啊 它和这个歌唱歌星的这个粉呢 还不是太一样啊 但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从开始啊 讲小米把很多的平板应用移植到车里边 我印象特别深 雷军说呢 一拉 哎 他就到里边了 一拉就到里边了 我觉得这个一拉可能会成为小米车的一个梗 我们是环保车嘛 一拉就处理了 不是防车呀 没有卫生间 不能一拉 不能拉是吧 开玩笑啊 那现在在这个视频里边呢 讲了这个 就小米的发布会啊 讲了他的 所谓这个零百的这个距离啊 零百的时间啊 百零的刹车距离啊 最高时速 以及这个 车辆的很多的指标啊 他号称做了一百项以上的这个创新或者是低 哎 然后请了奔驰的宝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设计师进来 啊 那但是车的质量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啊 看起来确实很漂亮的 有点像 有点像哪个车呀 就他说的那个那个牌子 我一下说话上来了啊 呃 你要说像缝和怪吧 我觉得比早期吉利的车还是好看一些 啊 确实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汽车不是看外观啊 是吧 那当然电动车的这个关注者呀 没准还真是看外观 我以前是特别不理解这个 购买电动车人的 他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啊 我在这儿不是黑电动车 大家知道我在早期啊 去年和前年视频里边 几乎特斯拉的每一次事故 我都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哎 就用地图上解释 从哪开到哪是什么事故 为什么没刹牢车 各方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那后来我推特账号还被封了 我怀疑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啊 那现在呢 哎 这个小米啊 用了一千零三天的时间 从PPT还没有 从一个想法到造出车来 这个确实是很惊人的 那所有的车企啊 其实对这事都是 你说虎视眈眈也好 是提心吊胆也好 因为小米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啊 他就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就所谓的链鱼效应了啊 他会把这个成本压到极低 然后东西还能说得过去 是吧 呃 这次小米汽车发布了 那他是不是像小米的 其他电子产品一样 做到一个极限的价格呢 哎 雷军在发布会上已经说了 那介绍了一大堆的材料之后 特别是介绍了他的 和您的时代合作的电池之后 说九万九就不要响了 一会又说了一个一个配置 说十四万九就不要响了 那再往后呢 就没没多说了 那之前有泄露说呢 小米造车这个所谓苏七啊 价格是在四十多万 四十多万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三十多万到四十多万之间 是有可能的 呃 但是这绝对不会是米粉的第一辆车 那他的定位啊 人家就说的是给时代精英用的 那时代精英会买这样车吗 不会的 哎 他只是作为一个玩具 作为第二辆车 作为一个世心来弄的 我只是说概率上啊 大部分那不排除个别的会这样的啊 呃 那当然这个车指甲怎么样 那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有那么多的专业的汽车频道 他们会做评估的 加上有了车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马斯克的这个 Cybertruck是吧 他的这个视频的这个reaction 那我实际啊 我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啊 就是大家所有的人不叫黑电动车 就讲电动车的问题的 其实还是冬天啊 大家知道啊 在今天冬天啊 就是刚降温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是 呼和浩特的这个 不啊 呃 今年啊 在呼和浩特很多地区 不光呼和什么长春哈尔滨都有问题 整个在北方 这次寒昭暴雪让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主的叫呼不迭 后悔了 因为什么呢 以前开油车行车习惯了 他以为他开着这个电冰车还可以四处溜到四处浪呢 浪不了了 怎么样 一冷冻这个浪都不冻起来了吗 是吧 所以忽视啊 现在是忽视的主要的这个新城大街啊 南北街道 我觉得这还比较熟的啊 那呼和浩特整个大雪之后啊 新能源车在大街上的数量明显减少 但是现在不是实时的地图啊 这是去年 我不告诉你绝分的地图 你们可以猜一下 你看大街上有几辆车啊 当然这是去年的一个微星的图片啊 那这个车辆减少之后呢 很多出租车啊都去排队 排队充电去了 一排啊都三四个小时 很长时间 所以呢 就造成了这个冬季啊 用车的不变 非常的不变 那不变到什么地步呢 可以说啊 这个大量的缩短了 他的里程啊 你你这么说吧 原来啊能用很多的 那现在呢 就基本上就是腰斩 甚至更多的这个不变 那么有的人都想退车了 哎 你们续航也好啊 还有这个配电设置不到位啊 使用不方便 大家都退车了 山东也是 山东也家大学 大家知道交通半岛啊 烟台危害青岛文太熟了 那是雪窝子啊 整个交通半岛北部 这一下雪 那就完了 再往北什么 这个天津是吧 到了山岸怪之外就不用说了 呃 他标证值300公里 那到了冬天 只要到了零度左右的时候呢 续航公里啊 也就100多了 所以说呢 有的用户就说了 哎 后悔啊 你看 是吧 实话实说 坐标天津 目前五折 不是价格五折啊 是里程达了一半 后悔了 用天津话说 后悔了 是吧 还有的网友说呀 他300公里的续航 实际上只行驶了78公里 损失了四分之三的续航 而电动车的续航啊 被严重夸大 哈尔滨的直接让你续航能力下降80% 那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 懂车地那个评测 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 实际上这个事吧 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还不能叫阶段 其实就是提醒啊 北方的网友 你要买电动车 一定要谨慎 不仅仅是充电不便 没有充电桩的问题 而是啊 整个的使用过程 就极其的不方便 那么去年这个时候啊 春节前 估计今天还会有人搞 就是他从霍浩特开车 开到吉林 大家你想明白了吗 在冬天的时候 应该气温普遍都在零下十几度 也可能晴天能到个零度左右 他充了几十次电啊 应该是二十多次电 才从霍浩特开到了吉林老家 几乎每个地方 他都要停一停 排队充电 花几天时间 因为你充电就要花时间长啊 你跟加油不应啊 加油几分钟就加完了 你充电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新能源车的优势特别明显 加速快动力强 智能化程度高 你像小米苏七这次说是 2.78 就是零百的这个速度 提速啊 从零到一百米 零到一百公里 是2.78秒 还是2.98秒啊 那么2.98秒应该是 那他的百零刹车 就是从时速一百公里 刹车到零 是33.3米号称 那么他的最大时速 能够达到二百六十公里 二百六十五公里 苏机啊 但是在暴雪天气 寒冷天气情况下 他的这些优点啊 就全响出来了 是吧 你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辅助驾驶水平 你在下雨的情况下 下雪的情况下 在积雪的路面 你还是受很大影响的 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的程序能 优化到什么程度 你在正常的路面下可以 但是你如果模拟 下雪 积雪 积冰的情况下 很随机的路面 他和你想象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再个就换电池 换电池特别麻烦 是吧 像长春啊 他们有这个司机说呢 长春这个下了这个雨 后来要下雪之后啊 这个很多出租车 网约车的电池 跟汽车底盘啊 都动到一起了 换不了 这个照片就更夸张了 就很多车呢 他有这个所谓的隐形的 这个车门把手 结果一下车呢 这个隐形板功能 就把它冻住了 开不了门了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设计能降低风阻 是吧 节约燃油50% 但是呢 冬天有的车就冻住了 打不开 所以呢 你就可以节约燃油100% 你干脆就 全省了 小米这次发布会 里面提出啊 他们的车呢 是号称啊 这个半隐形设计 我不知道他这个半隐形 是怎么样的 可能发现了 这个隐形设计 确实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现在看看 极端天气 寒冷的天气 对于新东海车啊 是个很大的考验 你比如说 在目前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霍浩特啊 你比如说在大连 霍浩特 长春这些地形 我们再看一下大连啊 这些地区啊 从这个新东海车 销量来看的 都是比较低的 外的好的还是哪呢 广东 浙江 是吧 然后这些北方的热的地区 那实际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 Windy啊 我们看一下 Windy的这个 气温天气图 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我们看一下 实时的这个 气温天气图啊 看一下实时的 气温天气图 大家看到了吗 哎 这是 全国啊 今天实时的 就是现在的零度线位置 这个蓝颜色的 就是已经到 冰点了 那这是现在的下午五点呢 我们看今天零点的 这是今天晚上零点的零度线位置 看到了吧 秦岭淮河已经快接近了 这刚是刚入九 这还是一九呢 那整个大家看到了吗 山东 河南 江苏北部 安徽大部 啊 整个这个西南 就是这个这个秦岭地区吧 整个西北东北华北就不要说了 看到了吗 这是整个这个零度线的位置 大家想想 卖车还在哪卖呀 他只能在这些地区卖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你的这个车的销量 你能在哪卖 所以现在这个电动车呢 哎 还真是这样 很多这个电动车总部啊 都设在了南方 哎 很多这个电动车总部都设在南方 你像这个小鹏嘛 小鹏汽车应该是总部在广州吧 未来是在上海 领跑的总部是在杭州 哪吒是在嘉行 是 广汽埃安的是在广州 比亚迪总部的是在深圳 吉利的是在杭州是吧 塞里斯总部是在重庆 所以呢 呃 南方的天气啊 对这个电动车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呃 现在说呀 很多朋友啊 对新东原车的认识啊 也有一个变化 就新东原车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啊 一个 你是否真正的实现了零排放 大家知道你充电的电从哪来 你还是燃烧传统的化石燃料 哈哈 对这个事你是避免不了的 那马斯克呢 试图通过太阳能啊 在家里边弄他太阳能的充电包啊 充电过来 那这个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吧 也不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 呃 再一个呢 就是 我们啊 就是包括这次小米发布会上 说的重点什么呢 就是人车一体化 这个人车一体化 我一听就想笑 因为大家看武侠小说的都知道 有个人建一体是吧 哈哈 人车一体啊 就是小米试图把他的生态链 全搞到一起啊 在车里边就把你的生活习惯 全搞定了啊 车和你家用的设备 全部物联网啊 你用回家 你几点回家 你开车回家晚了 就开什么样的灯 调什么样温度 全给你设计好 就是小米的生态链 给你一键搞定 都不用你搞定 AI给你搞定啊 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啊 但是呢 我们真的有那么长的时间 是在车里吗 啊 他现在就想的就是 感觉到房子都不需要了 我在车里边就能把一切的事都能搞定 哈哈 一切的事都能搞定 那这当然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是吧 美好的想法 对小米这个汽车来说呢 他现在哎 给大家的实际意义什么呢 就是一个后来者 小米造车这么晚 进入到这个行业 他切入的角度 对所有的车钱都是很有参考的 对购买汽车的这个用户也是有参考的 就是他从中高端车 从所谓CG车啊 切进来 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对的 那在北京生活的朋友啊 在零几年可能都有比较深的印象啊 大概零六年零七年前后啊 韩国现代汽车 他的索纳塔伊兰特大批量生产 瞬间进入了北京市场啊 从零八年零九年开始 北京的出租车呢 就从原始的老杰达啊 老夏利老富康开始换代成伊兰特 本来这个索纳塔的车呀 是个比较 还算现代里面比较高端的一个车啊 他比伊兰特高一些 但是呢早期的时候呢 他为了打开这个市场的声誉 就是出租车的效果 北京的出租车采购了一部分索纳塔 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哎 拜访客户坐上这车确实挺舒服的 非常宽 那后来伊兰特呢就要窄一些 他总归来说呢 他是把北京出租车的档次给提上去了 但是把他车的档次给压下去了 你要说伊兰特本来就不是什么 档次高的车对吧 但是在家用轿车里边 他在当时的情况下 性价比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大家一下就被这个出租车的身份给搞懵了 所以很多人后来在购买的时候啊 哎 有的原因是因为既然出租车会选你啊 皮是我就买这个车 但一个人不买的时候 你这就是个出租车呀 那我买了很多人家用家用轿车 就是第一辆车 对吧 那我买了现在很没份啊 很没面啊 所以这个车呀 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大件消费品 它是一个更多社会属性的产品 更多是为了面 哎 所以小米现在定位呢 定到一个中高端 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市场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份额的 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他陷入了和魏小李呀 包括 这些包括传统车 电动车的价格战 那就彻底陷入迷惩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 雷军号称了投入一百多亿来搞这个电动车 那是只许胜不许败的 但是我现在啊 对雷军的这个造车啊 雷四令的这个车 还是表示谨慎的乐观啊 他一个是晚了 确实是晚了啊 包括在自动驾驶的牌照上 他不一定能获得 那第二个呢 就是 你市场的口碑 虽然你有米粉啊 是有大量的海量的钱在购买者 但是如果你的价格和你原来的这个手机品牌 它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是吧 你是想和米粉贴的新连心 但是 如果一个经常购买小米手机的这个用户 他会去买一个低端大奔的低端宝马车的这个价格的一辆电动汽车吗 哎呀 我觉得哎 这也难说啊 因为就像我不理解这些购买早期的这些电动车的朋友一样 可能总有人会想尝尝鲜 这是也有可能的 对吧 也有可能的 呃 就跟说购买特斯拉早期车一样啊 呃 那像特斯拉早期车的时候啊 也是类似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 呃 只要做过产品的朋友都知道 特斯拉早期也好 任何一个 进入新的行业做一个新的产品里边都有一个痛苦的历程 那我今天我就不说品牌了啊 我说一个另外一个行业的故事 电梯行业啊 当时呢 碰到过一个企业 哎 他们的邮件呢 恰巧呢 发错了 发到我的邮箱了啊 happen啊 凑巧了 他当时就提出来 那大概是十几年前了 电梯里边啊 当时呢 是正好有一个东西叫夜影机 就是 你就当成那个发动机 是吧 那当时的夜影机呢 是从涡轮窝杆向永磁同步 这么一个换代的过程 啊 涡轮窝杆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涡轮一个窝杆 不废话吗 是吧 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大家知道涡轮术的这个传动效率是非常低的啊 大概百分之 十几 超过三十 但是这个永磁同步的呢 就是这种 现在就比较多了 永磁同步电机的效率很高的 它的这个整个机械 这个里边的这个装置就比较少了 它几乎是这个电机 直接载动一个行行齿轮的这么一个传动 那这个东西呢 它问题在哪呢 就是磁 啊 就是磁铁 用磁铁和我们说的RQ99有关系了 它第一个是消磁 早期的这个tracking machine啊 就是夜影机 消磁很厉害 第二个呢 制造工艺上也有问题 结果呢 他们就发到了啊 我地图上显示的这个 呼和浩特的这个一个项目上 当时呢 我们收到有件刚才很奇怪 是他们当地分公司的一个抱怨 抱怨说什么呢 说呀 你们求求你们了啊 你们要保证这个东西的质量 不能发一台 让我换一台呀 而且这个项目还是发到一个公用事业部 一个公用建筑上面 这个新的夜影机啊 就经常换 电梯的主机坏了 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整个相当于大修一次一样 那么他发过来之后 花了很长时间换 然后再换 换了两三次 这在我碰到的事里面是很少的 这就是一个新产品啊 他使用的过程 但是汽车啊 作为大规模流水线产品 他肯定比这些定制设备 特种设备 只能要稳定 但是依然要有这么一个痛苦的历程 啊 所以呢 从造手机造平板 变成造车 哎 这里边啊 恐怕他们需要走的弯路 还有很多 这不是一个 呃 人坐在一个移动手机里边 这么个东西 是吧 我们不能把它当成造手机来造汽车 你可以按照手机的那个精益求精的架势 来要求汽车 但是他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产品 那当然在最后啊 雷军的还是很感人的啊 这说了一系列的这些啊 那个文写的也非常好 我觉得雷军的最后那个发言啊 应该会上热搜的啊 他最后呢 他走在北京大街上 看到了这个应该说去年吧 看到这些普通人 他觉得应该给他们加油啊 觉得普通人就是社会的吉量啊 等等等等 说每个人啊 都有对自由无垠的向往 那好吗 可以说是诗情画意 激情蒙拜 但是啊 你信吗 自由 无垠 你认识这几个字 你一辈子也就够了 其他的呀 这辈子就不要想了 好的 这就是关于小米汽车发布会啊 以及电动车的一点 给大家聊聊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